奥迪品牌 奥迪也逐步投入级别更低车型,如2014年奥迪A3的国产化上市,售价下探到20万以下,而在SUV领域,今年10月一起大众奥迪,还将推出全新国产化SUV,奥迪Q2L。 奥迪Q2L定位于小型SUV级别,它采用奥迪最新家族设计语言,造型保持和海外版基本一致,前脸依然是标志性的大嘴进气格扇,保险杠两侧带有大尺寸进气口,搭配银色装饰,时尚大气。 奥迪Q2L的外观设计,非常符合年轻人追求个性化身美观,奥迪Q2L的车身长宽高为4229 1785 1548mm,轴距为2628mm。 与海外版Q2L相比,奥迪Q2L的车长和轴距,分别加大了39mm和28mm。 与主流的小型SUV宾致相比,奥迪Q2L的车长短了65mm,轴距则增加了18mm。 整体空间表现尚可。 动力方面,奥迪Q2L将搭载1.4T涡轮增压发动机,最大输出功率150mAh,传动系统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,百公里综合油耗为6.1升。 目前奥迪Q3的官方售价在24.69到34.07万元,而奥迪Q2L的售价将有可能下探到20万以下。 如果起售价能,够控制在18万左右,又将是一款抢手的SUV,备注,配图为奥迪Q2海外版。